大家好,我是爱迪斯基森娜 今天为各位带来是延续上一集的主题 爱迪斯产品介绍 今天的主题我们会放在我们每年热销的进阶型长笛PB系列 有兴趣的话就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吧 爱迪斯产品都是在台湾制造 经过近十年的研发与改良才能用今天的完成品 那在研发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取得许多的专利技术 接下来就会各位详细介绍爱迪斯产品长笛的特色吧 首先是专利调整螺丝 我们的专利调整螺丝不仅能够使得乐器能够增加它的稳定性 在维修和制造方面能够降低它的难度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吹口管设计 每一支吹口管呢,都有进行能够细修 在音色的口塑性和操控性达到完美的平衡 第三,皮垫 爱迪斯全系列长笛都使用意大利Pistoni中高阶的皮垫 而其特点就是稳定性高 以上三点可以参考之前200系列所介绍的影片 那连结呢,我们放在上方资讯栏 里面有更详细的介绍哦 第四点,法式肩键 法式肩键除了人有雅致的外观以外 其稳定性也比学生型的外键背来得更加的优异 由于整体按键都需要人工研磨细修 在制造难度和成本都会提高许多 所以目前只有中高型以上的长笛系列才有搭配法式肩键哦 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重要东西PP系列介绍吧 PP系列的管身和尾管材质为铜管 而水口管的材质为纯银管 按键为开孔间键设计 是爱迪斯长笛的进阶款式 而PP系列中的PP628最适合想要一次拥有媲美高阶长笛的型号 但是预算不足的朋友们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原因有以下三点 一整体按键为开孔系统 开孔系统和闭孔系统最大不同 就是以更优秀的音色呈现 长笛的发声是靠着嘴巴将气送入吹口管 而依靠空气的振动去做发声的 而空气会在流通的过程中 与吹口管、材质、音孔及每个音杆产生共鸣 而这些共鸣就是我们所听到的音色 而开孔系统中由于气流能够从开孔中流出 所以它的音色整体会比较轻亮 那详细的开孔和闭孔的试音 可以参考上方的影片哦 二、银吹口管 银吹口管基本上是每一支高阶长笛必要的配备之一 那银管的音色更加的圆润和饱满 让音色更上一层楼 银吹口管就跟我们之前所提到的铜吹口管一样 每一支在经过标准的机械加工后 再进行人工吸球倒角 所以每一支接拥有了绝佳的操控性和音色口缩性 非常适合初学者或者是专业的演奏者 接下来有实际的试吹片段 大家可以细细的了解银吹口管的音色哦 三、高CP值进阶场底 许多朋友希望有银管的配置 但是却没有足够的预算购入全银管长底 这时候拥有银吹口管的PP系列 不仅能够拥有银管的音色 比起全银管的价格更好入手 这也是为什么PP系列是爱迪斯常年热销款的原因啊 那以上三个重点就是PP628的主要特色 那在PP系列中呢 除了PP628以外 还有配置C维管的PP624 以及无一键或是镀玫瑰金等各种客制化的规格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自己适合的款式哦 那接下来我们会分别是 所以PP628和PP624的音色给大家听看看 有兴趣的话就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PB系列的配置為純銀吹口管 尾管和管身則是白洞管 在銀色上面表現平均 但帶有點亮和厚實的感覺 操控方面非常穩定好控制 對於想提早體驗高階長疊 單預算有限的吹奏者是非常有樂器喔 好,今天的愛迪斯進階長疊PB系列就介紹到這邊啦 之後我們會陸續介紹愛迪斯長疊以及哈馬達三封系列 有興趣的朋友們千萬不要錯過啦 另外各位如果有什麼想看的好奇主題或是開箱實測 歡迎在底下留言給我們 我們會盡我們可能為大家解惑 之後我們也會不定期的發佈關於樂器的導師 有興趣的朋友記得訂閱我們並且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任何訊息喔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啦,掰掰 Lisa Lisa 感谢观看